大家午安 我们现在要进行大数据分析应用基础 应该是说从同期比较 就是我们继续要来讨论 大数据分析这些策略还有技术 那其中同期比较 它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当然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早上介绍像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这件事情你要能够掌握 因为它只是按滑鼠右键 然后你点分析 然后再去看一下说明增加 或者是说明减少的情形 那接下来还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如何再去做一些 像例如说淡季旺季的分析 淡季旺季的分析 连续资料的分析 那另外还有跟各位分享什么叫联动 什么叫联动分析 我们从例如说有趣的一个 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例如说2016年 它的销售是增加的 然后呢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说哪些产品它是增加 这是我们想要再继续追问的 你都可以自己透过两张资料表的一个联动 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同期比较咯 如果说明是今天下午 就是早上你没有参与的话 下午才出现 那你可以其实到我这边有提供 有提供办例讲义的这个位置 这里面还有包含成品 什么叫成品呢 像例如说我们第一节上课上完课 我们已经做好的内容 我会全部都放在网路上面 好一样先到这个范例 讲义下载的这个网址 Enter 然后接下来 你会发现这个课程 大数据分析于应用入门 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成品观摩 所以点选这个成品观摩 就可以看到早上早上已经做完的这个成品 我们是销售资料分析嘛 所以2020年1月8号的销售统计 第一个档案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好 这样子的话 你就拥有了上午我们做完的成品 你可以拿过来做一些比较 拿过来做一些比较 好了 那下载下一个档案放在哪里呢 在这里 在如果说你今天你可以先打开这个资料夹 下面这边有一个资料夹 然后点选下载 因为我们是从网路上下载档案下来 所以它当然是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档案 2020年0108销售统计第一个档案 好 快速点两下 你就可以透过 Power BI把这个档案打开来了 好 那我先稍微执行一下 那我想你们现在这个动作应该是不需要做的 我只是要提醒就是说如果说你上午没有来 那你是从什么地方可以开始来接去 接去我的课程 所以一样 当我今天打开Power BI这套软体的时候 一样会出现这一个请注册的一个画面 然后你刚刚就是以什么 已经有Power BI账户 先追击 然后点它完毕之后呢 把这个弹出来的视窗关掉 好 所以请点这个关闭 那如果他有出现那个起始画面的话 也把它给关掉 好 这是早上我们来做的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叫什么呢 就是基本的联动分析 那如果我现在我们要继续介绍同期比较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是不是有2013 2014 2015 2016 这四年的资料 我当然想要去看一看 例如说2016跟2015年的一个利润的同期比较 就是就是我们的水平轴 水平轴是月 好 1月到12月 然后呢 这边就要出现两年两年的折线图 你这样方便来去做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加增加 好增加一张新的视觉画报告 叫做同期比较 其实可不可以画在这里面 当然可以啊 只是我觉得说我们开一个新的报告 来去教你同期比较 好 那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当然就是以利润 因为我们就是老板想要看的当然是利润 所以我们就做利润的同期比较 所以首先在视觉效果这边 我们选择折线图 折线图 折线图是为什么选折线图呢 那是因为这个折线图方便我们去做 就是前后两期个月的一个比较呈现 好 折线图是比较容易来做比较的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是不是要放1到12月 1到12月 月是不是 就是轴的部分是放时间 所以当然还是先勾订单日期 现在我的轴是年哦 怎么样会变到季 怎么样会变到月 所以是用哪一个 是单一向架探索还是多向架探索还是连续向架探索 哪一个 是用哪一个向架探索工具 多向架探索 可以吗 我答案 我游标都在这边了 你还不给我面子 OK 所以我们是要用多向架探索 点一下 它会变成什么 季 再点一下 它会变成月 好 这就是1到12月 走 我们就调整好了 再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什么 利润 所以利润是不是要打勾 可是这边是几条线 一条啊 我应该要呈现四条线 对吧 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呈现四条线 可是这边是 它把这边 因为我是用多向架探索 所以这边 这个一月是指 2013的一月 加2014的一月 加2015的一月 加2016的一月 所以怎么变成四条线 土利 土利 一年一条线 对吧 所以土利 土利 就在考验说 你理不理解 土利 因为我这边要四条线 各年一条线 所以土利是不是要放年 所以要把什么拉过来 不可以这样打勾的方式了 因为已经被勾选了嘛 所以把订单日期 拖曳到土利这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订单日期放进来的时候 它会用的是预设 预设就是一天一个点的方式 这叫订单日期 请问 一笔订单 是不是在某一天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好多好多的日期 一个日期就一个点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这边为什么不画 因为他觉得资料太多了 他就不整个画出来 他只描述到 可能是前 我猜 我猜大概 两三千笔 两三千笔的资料 好 甚至可能只有两千笔 甚至一千笔的资料 好 所以这边我要勾选日期阶层 这是不是就变成四条线了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还是改主题好了 刚是日光 因为日光的颜色 是不是就是 这边有看到吗 就是黄色到红色的色彩变化 所以有看到 黄色橙色 更偏红的橙色 然后红色 好 这是可以再调整的 这调整 好 现在重点 重点我只是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边这个月 没问题吧 一到十二月 我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多向下探索 再来 我的直 就是我的歪轴 歪轴放的是不是利润 然后接下来在做什么事情 为了要试条线 所以我把订单日期拖曳到土利 记得要把它从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就是一笔订单一个日期 然后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就是年 年过来 它的下一个阶层是什么 记 记得下一个阶层是 月 这就是日期阶层 好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完成 这样子的四条线 四条线 就做同期比较 好 针对这一张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我会 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些格式 格式的修改 当然相对的格式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觉得线条稍微设出一点比较好看 还有就是把那个月份的古点 这个圆点放大一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格式的设定 当然 X轴看你要不要加减去做修改 例如说这个字 自1月到12月 然后再接下来 例如说Y轴 字一样稍微把它放大 曾经有政大的同学 询问过一件事情 说 能不能一次设定 就不用每次都在那边做这些格式的设定 很抱歉 它没有这项功能 反正每次你都必须要针对 每一张你画出来的图表 进行视觉化的格式设定 那接下来我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就是看你要不要资料点 这个资料点 好 那这线条我希望出一点 有那个存在感 所以怎么样让资料 怎么样让这个线条设出一点 所以你觉得在哪一个地方做格式设定 绘图区 可以吗 绘图区 那麻烦请同学 回答的时候 可能要问大一点 回答大声一点 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录起来你们的声音 比如说纪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没有任何的设定 它应该是在图案 图案 不是绘图区 不是绘图区 绘图区关掉 是图案 图案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线条的笔触宽度 好我们就把它设出一点 例如说我设 这线条是不是有稍微粗一点了 好 六 六点 那接下来你希望这个古点 就是例如说落在这个11月 这个圆点 稍微粗一点 明显一点 好 如果你希望的话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叫做什么 显示标记 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再把这个标记 像有些人 他会喜欢做什么三角形 或者是其他种形状 那我还是维持圆点 但是我的那个标记的大小 我就要比原本这线条再粗一点 所以这边我可以把它设成 例如说1.5倍 1.5倍 或到两倍 有看到吗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别人更加一目了然 可以了解 只是在美观上面 我觉得会比刚刚的线条好看一点 可以吗 可是现在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好比较 不好比较的原因 是因为说资料点太多了 有时候你要呈现 你要呈现 不用太多年的资料都放上去 虽然我们有20年的资料 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关心的是 最近这两年 所以等一下我再教你 如何去调整 调整 我要给别人去决定 他要看几年就看几年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格式的设定 如何把它设成古典图 就古 古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骨架 然后这个是点 可以吗 古典图 好 请你们来去 那个 稍微设定一下 它的格式 其实我这边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但是我不想要重新启动电脑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 这边我都不能点 你们是可以点的 我已经点了 我一直在点 它都没有反应 好 是通通都没有反应 好 希望它不要当机 因为当机它就要重新启动电脑 重新启动电脑 我所有做的事情 全部都还原掉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另外一张图 另外一张图 对 这句话我要说清楚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 我们的教室有装还原卡 它会还原到就是 上一次 上一次安装好POW BI的状态 好 只是特别跟你们说一下 好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边 这边 这个空白地方 我点一下 我想要去做 去做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其实我可以去做筛选 筛选 筛选这边是不是有两种 一种是此页上的筛选 一个是所有页面上的筛选 此页就是这一页 同期比较这一页 所有页面 那就是全部了 整个档案的筛选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要筛选掉 例如说2013跟2014 所以呢 我把这个订单日期 把这个订单日期 搬到这个此页上的筛选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个不是订单日期哦 我希望我筛选的是什么 以年来做筛选 这是不是日期 这是每一天 例如说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能不能把它改成 以进阶 进阶筛选 进阶筛选 我设定设定 用年来去做筛选 这个进阶筛选 做得到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我们可以设定 什么什么日期之后 好 或者什么什么日期之前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筛选嘛 筛选 它是针对符合条件 会留下来 这件事 可以了解 你设定的条件 你设定的条件 你设定的条件要符合 才会被保留下来 所以这边我们是设 什么什么日期之后 然后接下来设一个日期 什么日期之后呢 2017年 2014年的12月31号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方式去找了 2014年12月的31号之后 这一天 可以吗 然后套用筛选 这边是不是就只剩下2015年跟2016年 请问一下 有包含等于吗 之后有没有包含等于 没有 可以了解 这边应该可以看到很清楚吧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什么缺点 一次性 一次性 不够弹性 例如说 我现在是不是只能看2015跟2016 那我想要调整 例如说你的主管 他这时候他想看2014跟2016 是不是要再去设定筛选 可以了解 所以这样子的设定方式不好 我们要用 改用联动的方式 就我刚介绍的这一段 你可以忘记 忘记是很容易的事情 只要时间 只要时间够长 对吧 你看 从电脑老师可以变成人生哲学家 好 所以刚刚做的事情可以忘记它 因为这种方式是不好的 资料科学家其实可以预盖名章 他把那些不想给你看的东西遮盖住 是很容易的 好 来 我现在点订单日期 右边是不是有一个叉叉 就是筛选条件里面 此页面上的筛选 是不是有针对订单日期来做的筛选 你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刚刚那个筛选条件 是不是就没有了 好 不要用筛选 最好是要用联动的方式 所以我现在要介绍另外另外一个方式 让别人可以方便自由选 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点选交叉分析筛选器 画这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这张图 里面一样是勾订单日期 那我们最好是把它改成不是用什么日期到什么日期 最好是把它这边点点点 对不起 这个东西不够大 它有更多选项 更多选项里面没有出现它的清单 所以呢你必须要点这个打开栏 把这一张这张资料报告 视觉报告 视觉效果打开 打开之后呢 在这边 这个订单日期 最右边 最右边 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选项 刚刚就是这个东西不见了 把它改成清单 清单 可是这个清单呢 建议你用的是什么方式 你用的这个 好我先把它回到报表 回到报表 我不要用日期 我不要用这个订单日期 因为它是一天一天 你的主管会一直勾 会花很多时间在这边勾 所以建议把它做成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年 可以吗 我再重新讲一次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到时候你的主管就在那边 用点它 是不是出现2016 再点2014 Ctrl键按住 点2016 利用互动式 互动式知道吗 我们两张视觉化报表 是可以有互动 所以这边 这边它就变成用选择的方式 它要比哪两年 就随便比了 可以吗 比如说它比2015 Ctrl键按住 点2016 是不是就可以比这两年 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不是会比刚刚来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学会的 好 我先把这张图关掉 我重做 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二点选交叉分析筛选器 接下来请勾选订单日期 我们先把订单日期改一下 好不好 改成日期阶层 改成日期阶层 然后麻烦 其实它在这个右边一点点 但是被遮掩起来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就点这个 点这个焦点模式 就是把它放最大 放最大 然后这个棉的最右边 有看到有一个向下的选单 就是更多更多的选单 改成什么 清单 清单的方式我觉得会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回去 刚刚的那个小小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资料 报表呢 就是点回到报表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玩一下了 控制键按住 点选2013 这样就可以比这两年 可以吗 这边不要忘记了 可是你要比什么 就是你图画好了 你要自己去玩一下 请问一下 2013年是这个黄色 橙色 对不对 2015年是红色 我们预期希望是不是要 未来越来越好 利润越来越多 老板一定是这样子想的 可是 2013跟2015年的比较 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什么是 2013年 2013年 应该说2015 2015年的1月 对不对 只有1月 它是不如前迟的 对吧 你应该是这样报告 例如说假设你做2015跟2016的同期比较 所以你要报告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以2016为基准 2016是不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所以2016年 各月同期比较 发现 4月 8月 11月 这三个 还有12月 输 前期 对吧 你是在报告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输呢 是不是又要再去做什么 分析 分析知道吗 像例如说这个月 滑鼠右键 分析 说明减少的情形 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 知道吗 因为自动分析都帮我们做完了 当你在报告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呈现 那 那 例如说 这个月 这个月 2016年的8月 是不是输 2015年的8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来去看一下说明减少的情形 下 退了 0.84的百分比 又以 什么 什么 最多 他这边 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 知道吗 你们一定会呈现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就是滑鼠油标 移到这边上面 他都不理我了 可是 你到时候会呈现这些东西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减少最多 不对 这是 这是一个问号 这是在说明这件事情 好 我们先 空白地方点一下 这边 滑鼠右键 分析 说明减少的情形 好 他说 减少了 0.84的分析 在这里 什么东西减少 以类别来说 类别来说 减少最多的是技术 可以吗 技术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 减少的话 你不是要去看增加 你是要去看 减少最多的是技术 这是老板 这个时候关心的重点 好 可以吗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不要忘记了 这张图怎么画 来请你们去 完成 交叉分析筛选器的 绘制 以及什么 以及 左边这张图 要怎么观看 你不能只学会技术 你连 视觉化的一个成果 都必须要学会 你的报告才是会比较完整 在这边交叉分析筛选器 这个方式 比如说我要做2014年跟2016年的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点2014年 Ctrl键按住在点2016年 就可以同时比较这两年 可是呢 这种方式你去思考 假设我今天把结果呈现在我的手机上面或平板上面 手机的Ctrl键在哪里 手机哪里有Ctrl键 平板也没有Ctrl键嘛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按住Ctrl才可以选到另外一项 这个选项设定要把它关掉 对吧 在哪里做这项设定的调整 是不是在设定里面 在格式里面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格式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选取控制项 首先单一选取打开 就是我支援单一选取 好 选到他 选到他 可是这种方式好不好 不好 所以关掉 就是我 我这边我就不可以复选 请问单选要不要开 你开了就不能做复选啊 对不对 所以单选不要开 我是希望说你是因为经由判断而做出来的决定 这样子的话是你会记得更牢 而不是要死背 请把什么 单一选取关闭 他本来就是关闭的 再来这边按Ctrl进行 从多重选取关闭 就是请关掉这个选项 那那变成什么 变成他现在意思就是说 没有单选 也不可以按Ctrl键多重选 那这边就变成什么 这一个项目就是开 关 可以听得懂吗 就只剩下这样子的设定了 就是你点一下是开 我再点一下就是关 好 因为你的手机上面 你的主管也是要这样子选 还有请把全选打开 为什么 方便主管他想要去看四个年度的比较 他只要点全选 可以吗 这个选项是蛮重要的 再来我建议各位 因为主管 主管的手也不是很大 主管的手可能有点粗 那你那个格子设太小 不太方便他点 所以建议把这个文字大小设大一点 设大一点 可以吗 那与其设大一点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方式 因为这是项目嘛 项目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 想一下在哪里 是在项目里面吗 有一个方式 有一个方式 跑去哪里 一般里面 方向 方向 方向先把它改成 横向 刚刚是 纵向 现在是改成 横向 就把它变成 按钮了 按钮 你们了不了解 例如说 我要2013年 对不起 现在 因为我刚是不是先 做了全选 全选 好 全部都打开 然后接下来 2013年 我点一下它 代表我把2013年关掉 再点一下 2014年 在这边 点一下 这样代表关闭 可以吗 这样变成另外一种 呈现的方式 然后看看 你要不要把颜色 那些都换掉 例如说 这是什么颜色 对应到这边 可能没办法 做到这件事 但是它可以去做一个 按钮的一个呈现 好 我觉得这种方式也不错 因为主管在这边 用手指点到它 或在这个地方 用手指点到它 意思是一样的 不像刚刚 一定要点到 那个小小的核取方块 好 这个在哪里呢 我每次都要花时间找 在一般里面的方向 方向 就给你们参考了 好 所以这边 现在就是2015 2016年 这两年的同期比较 好麻烦请你们 现在来去做格式设定 选取项的格式设定 让它设定成 就是点一下 是打开 点一下 再点一下 就把它关掉 好 好 好